好,我们今天要介绍营养学的生命期的营养 那我们首先看我们这一部分 那我们这一部分的教学大纲就是分为三部分嘛 那第一个要说明婴儿期的营养与养生 再来就是要介绍儿童期的营养与养生 那第三部分要介绍 介绍的是青春期的营养与养生 那所以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会认识并了解到婴儿期的营养与养生 而且也可以认识到儿童期的营养与养生 还要最后还要认识到了解青春期的营养与养生 那首先我们在介绍婴儿期的营养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说这个婴儿期的饮食里面 几乎是以母乳 母乳是最最开始的一个它的食物 那母乳来说呢 就是婴儿最安全最卫生的一个饮食 因为母乳最安全可以也是最最卫生 可以不避免冲泡这个奶瓶啊奶嘴啊这些麻烦事 那母乳的温度呢又最适合婴儿食用 而且吃母乳可以满足亲子的一个亲密关系 可以使得婴儿心理的发展健全 而且非常平衡 那喂母乳呢可以帮助母亲产后子宫的收缩 一般喂母乳 喂婴儿吃母乳的时候呢 对母亲而言可以帮助母亲产后子宫的收缩 可以延长母亲产后没有月经的一个一个期间 也就是说这段期间比较不会有 有因为没有月经 那相对的呢也就对于那个受孕的几率呢会比较小 那也可能呢减少罹患乳癌的几率 这时候就是婴儿吸母乳 那有助于减少罹患乳癌的几率 那也可以增加母子之间的亲情的好处 因为在喂母乳的时候 就只有跟这个婴儿独处 而且在吸引的过程中 这种亲情的增进呢是无所比拟的 好那这个婴儿配方奶的补胃 就是当没有办法以母乳补胃婴儿的时候 那么就应该依照这个医护人员或者是营养师的建议 来选择适当婴儿食用的婴儿配方奶 或者是婴儿奶粉 那这个婴儿配方奶是指的 以牛奶或者是其他动物乳汁 或者是其他动植物成分做基础 并且适当地添加其他的营养素 所组成的一个配方奶 那它的成分呢 是应该要能够供给婴儿生长与发育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可以提供给婴儿生长与发育 所需的一个人工食品 人工加工品 那这个婴儿配方奶 它是以牛乳为基础的一个婴儿配方奶的话 一般呢 是适用于一般的婴儿 也就是说 以这个配方奶 绝大部分呢 都是牛奶的一个组成分为主 那其他的特殊配方的婴儿配方奶呢 是因为有一些 要符合一些特殊生理状态的婴儿 那可能呢 它就是对一些牛乳呢 不适应 那就可能就要有特殊的配方婴儿的配方奶 那这样的婴儿配方奶呢 是需要经过医师或者是营养师的指示以后 才可以食用 那医他的成分呢 特性呢 会有分 分作所谓的不含乳糖的婴儿配方奶呀 或是有其他特殊的婴儿配方奶 那对于不含乳糖的婴儿配方奶 适应的对象呢 可以分作三大类 也就是说 适应于乳糖无法耐受的婴儿 依他的原料来源 还可以分作所谓的牛乳为基础的 无乳糖婴儿配方奶 还有是以黄豆为基础的 无乳糖的婴儿配方奶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半元素 半元素配方的婴儿配方奶 就是他主要就是用很简单的一个营养素的配方 来组合而成的婴儿配方奶 那这样的婴儿 这样的一个半元素配方奶呢 是比较适用于比较严重的腹泻 或者是有过敏的婴儿来使用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婴儿添加副食品的一个原则 在四到六个月的婴儿 除了母乳或者是婴儿配方乳以外 这个时候因为四个月以后 它的唾液腺以及消化腺的一个生长 有进步有卓越的进步 就是说四个月大的婴儿到六个月的婴儿 依它的口腔的唾液啊 还有其他的一个生长的情形 生理的状态 如果成长良好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些蔬菜水果 或者是一些固体物质 把它弄得稀愁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可以当作婴儿添加的副食品 那也就是我们可以制成像汤汁 像米糊像麦糊一样的一种 就是半半液体状的 来满足它的生长 婴儿生长所需要的一个营养 那通常呢 是必须要依照这个婴儿生长 花育的一个程度来做判断 也就是是以轻流值 流值半流值 或者是半固体固体状的一个程序 来添加这样的一个婴儿护食品 那完全是要看这个婴儿 在生理成长的状态来判定 那一次呢 只能喂一种新的食物 就是要介绍婴儿 这个添加护食品的时候 我们最好是一次只喂一种新的一个食物 因为当婴儿渐渐长大以后 这个奶水就已经没有 或者是配方奶 或者是母奶 这些呢 都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它营养的一个需求 而且它的消化系统已经逐渐发育成熟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容忍比较多的食物 而且这些食物呢 不至于发生过敏的一个反应 所以我们就可以渐渐的训练婴儿 它的吞咽以及阻绝食物的能力 这样子早一点训练 就能够适应成人的饮食方式 这就是护食品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功能 那因为添加婴儿护食品的一个原则 就是一次只能喂一种新的食物 而且是要用少量稀释的状态下 渐渐的添加 依它接受的程度 我们再增加量跟增加它的稠度 在这过程中呢 一定要注意到婴儿 它每天的所排出来的粪便 要去观察婴儿排出来的粪便 还有它的皮肤的反应等等状况 如果有不良 有没有不良的反应 如果有不良的反应的时候 那么就应该立直停止添加这个负食品 那通常我们在选用比这个负食品的时候 我们的原则就是要最好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制作 就是养成 最好要养成先吃负食品再喝奶的习惯 而且制作负食品的时候 最好是以天然的食物为主 就是先 最好先以这个米糊喂食 等到适应米糊了以后 再选用其他食物的五穀根筋类的一个食物 那最好选用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制作成汤汁 或者是米糊等来喂食是最好的 那从七个月开始以后 那就可以渐渐的增加一些 谷类或蔬菜泥水果泥豆腐这一些 因为从四个月开始 我们可以先给米糊或者是卖糊 来帮助或者是增加铁的吸收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可以自己榨的苹果汁 柳丁汁 芭樂汁等等 添加在这个 副食品 当作副食品给婴幼儿吃 这个 这个是七个月以后呢 就可以增加其他的谷类 蔬菜泥 水果泥 豆腐等等 这些富含铁质的瘦肉泥 还有肝脏 内脏 肝脏泥 还有蛋黄 等等这些副食品的添加 那一般呢 我们还可以用西式的果汁 菜汤的汁 米糊 还有麦糊 这些食物 那这些食物的类型 应该都是汤汁的 或者是糊状的 这样来介绍给婴幼儿 那一般这个婴儿 四到七个月的婴儿 添加的 护食品的建议量呢 这个量就是说 五股根筋类 米糊 或者是麦糊 一天食用 大概就是最多 大概就是四分之三 到一碗的量 那蔬菜类呢 像胡萝卜 菠菜 青钢菜 小白菜 空心菜 这些蔬菜汤 那一天食用的量 大概就是 一到两个茶匙 少少的添加就可以了 那水果 水果类 像橘子柳丁 西瓜 番石榴 葡萄 苹果 等等的一个水果汁 每一天的食用量 也都是一到两茶匙 也就是蔬菜量 也是一到两茶匙 水果 水果呢 也大概 总量加起来 就是一到两茶匙 这样子的一个量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这个婴儿的 一天的食谱范例 那我们可以从早餐 我们可以是给母奶 或者是婴儿配方奶 那点心呢 早上的点心 我们也可以用母奶 或者是婴儿配方奶 那到了午餐 我们就可以用米糊 西式的果汁 或者是母奶 婴儿配方奶 再另外添加一些 一茶匙的果汁 这样也是可以了 那点心呢 下午的点心 我们是以母奶 或者是婴儿配方奶 那晚餐的话 我们就是有米糊 或者是菠菜汁一茶匙 米糊再加上菠菜汁一茶匙 那晚上的点心呢 我们就是母奶 加上婴儿配方奶 这样子 来供应它一天的食物 那七到九个月的婴儿 已经有阻绝的能力 通常对于七到九个月 我们就可以添加一些 含有蛋白质来源的 像肉鱼豆蛋 以及稀饭 面条 吐司 面包 馒头 等等五穀根筋类的食物 那如果是属于蛋黄泥呢 最好是有半个蛋就好了 或者是说 一个茶匙 这样开始慢慢的增加 那这个时期 七到九个月的一个婴儿 这段时间婴儿 最好还是不要给它吃蛋白 因为蛋白呢 是比较容易造成过敏的一个食物 所以我们恐怕要在七个月 九个月以后 再慢慢介绍这个蛋白 那七到九个月的婴儿饮食的内容呢 应该要避免婴儿吃太油腻的食物 尤其有辛辣的食物 或者是纤维比较粗的蔬菜水果 或者是肉类 精 那个有肉的精啊 太多的时候 这样的肉类呢 都不适合 那七到九个月的婴儿 它的饮食内容 应该可以包括 肉鱼豆蛋 或者是五穀根筋类 蔬菜水果类 等四大类的一个食物 那每一类的这个 任选 任选一种 那轮流的喂食 那就是如果你选呢 因为它的量 添加的量是不多 而且一次呢 又只介绍一个新的食物 那慢慢的增加 让它认识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幼儿期的营养 一岁以后 孩子进入了这个幼儿期 那每天的营养数 应该平均分配在三餐 那点心呢 就可以补充一些营养数 以及热量的 这样的一个 为主的一个食物 那它的食物呢 它的内容应该是 值优于量 就是值跟量呢 都应该要很好的才可以 就是说我们 要给牛奶啊 肉鱼豆蛋啊 或者是豆腐啊 这些蛋白质 比较优的一个食物 会比较恰当 一到三岁的幼儿 每天是需要 这些肉鱼 肉鱼豆腐 大概一两左右 那四到六岁的婴幼儿 大概就需要量 就一点五两了 那每天呢 至少都应该吃 一份的深色的一个蔬菜 因为深绿色 以及深黄色啦 或者是深的红色的 这些蔬菜 所含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以及铁质 它的量都比浅色的蔬菜 来得高 每天呢 至少应该 至少吃一份的 这个深色的 蔬菜会比较好 这样可以补充 比较多的维生素A 维生素C 以及铁质 另外呢 可以渐渐地补充一些 动物的肝脏类 那婴幼儿消化能力呢 已经比婴儿时期增强很多 那但是呢 婴幼儿时期的孩子 因为生长发育非常的快速 比这个婴儿期来讲 虽然稍慢了一点点 但是比较整个生命期来讲 幼儿期生长还是算 生长发育速度还是算快的 比较其他年龄层呢 的孩子还是成长算是很快速的 所以它的消化能力呢 已经是比婴儿期增强很多 所以一岁以后 绝大部分的孩子 大概都是已经断奶了 时期了 而且这段时间 这个婴幼儿呢 它的乳牙渐渐地增多 所以它的饮食 可以是多变化的 可以让这个婴幼儿呢 这个幼儿期的孩童 可以渐渐地 可以有多样化的选择 那幼儿的点心的工给 在幼儿消化系统 还没发育成熟的时候 它的三餐就是可以 除了三餐的工给之外 另外应该再工给一到两次 一天里面可以工给一到两次的点心 来补充营养素和热量 那点心呢 应该安排在饭前两个小时的工给 那量呢 是以不影响正常食欲为原则 那点心的点心的材料 最好选择季节性的蔬菜 新鲜的这个蔬菜跟水果 牛奶 蛋 豆浆 豆花 面包 面类 或者是三明治 马铃薯 甘薯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点心的工给 那幼儿的点心的调配 应该注意些 就是要选择比较新鲜 质地比较优良的 经济的一个 既经济又优 质地优的一个食物 在色彩以及形状上呢 可以多变化 来促进幼儿的食欲 而且呢 供给的时候 应该渐渐地增加 它的供应量跟次数 让幼儿能够补足很多的营养素 因幼儿 如果有偏食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一些对策呢 是有以下的方法 首先就是要调整 婴幼儿的生活习惯 广泛地给予任何 任何的种类的一个食物 那么广泛地介绍 这些不同的 不同类的食物的时候 可以多变化这些菜单的内容 而且可以利用野餐 或者是饭盒的方式供给 也就是每人制作一小份 那利用这样子的一个野餐盒 或者是饭盒的方式 那在这样子的 就是给予个人的量 就会很明确 而且还可以增加户外活动 增加幼儿的这个活动量 那么就可以增加 它的热能的摄取量 那增加 增加活动量 增加这个食物的摄取量的同时 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要减少零食的给予 因为这段时间 它成长很快 活动量又很高 很容易就喜欢 随手拿一些零食吃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要减少零食的给予 而且要鼓励 劝导的方式 来使得这些幼儿来吃这个 我们为它准备的点心 跟这个食物 而且要改善 进餐的环境跟气氛 也就是要做一个 让它吃 吃东西的环境跟气氛 就是很专心的来吃东西 而不是一面玩一面吃 那幼儿期的特性 我们就要先了解 幼儿期有哪些特性 那我们在给予食物的时候 我们就要针对这个幼儿期的特性 来就是做卫生教育 或者是说饮食的一个指导 那幼儿活动的量增加的时候 常常都是因为玩得太开心了 而舒服了吃饭的时间 或者是吃饭的一个环境呢 就是打乱了 它可能就是吃饭的 在吃饭的环境呢 也是游戏的一个空间 那就会让它觉得 一面吃饭 一面游戏的这种情境呢 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进食环境 而且婴幼儿喜欢触摸各种东西 甚至于会顺手将玩具 放入嘴巴里面咬啊 主角啊 这些坏动作 所以呢 会常常因为有这些坏动作 而引起消化道的疾病 就是会拉肚子啊 这些现象 甚至于因为一面碗 一面吃一面碗 或者是在游戏中吃东西 就会造成一些意外的伤害 比如说条根啊 碗啊 去戳到这个自己的皮肤啊 脸啊等等问题 那所以我们不可以迎合 幼儿的要求 容易造成偏食的恶性 这个坏习惯 是我们大人给他的一个纵容 造成的偏食的一个坏习惯的养成 所以我们不能迎合幼儿的要求 我们要有一个规矩 给婴幼儿的时期的进食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规矩 才不会造成幼儿时期的偏食 有这个偏食的坏习惯 好 那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但是我们成年 就是为人父母的 或者是幼儿园的老师 应该对这个幼儿 幼儿呢 应该养成的一个 就是协助他养成这样的好习惯 就是良好的饮食习惯 但是由这个父母跟这个幼儿园的老师来协助完成的 那所以要养成定食定量 不偏食 不乱吃零食 那饭前洗手饭后刷牙漱口 那要爱惜食物 不浪费 就是放在餐盒的食物 要把它吃完 而且以快乐 而且感谢的态度 来接受这些食物 进食的时候 就是吃饭的时候 应该要用细嚼慢咽 不要一面说话 一面吃东西 那要养成这样子 不吃零食 而且吃饭的 吃饭的环境呢 是一个很优雅的一个环境 让他能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这是我们称 这个大人们应该要协助他养成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儿童期的营养跟养生 因为儿童期需要良好的早餐来作为一天的开始 所以呢 早餐的营养必须要有均衡的营养 所以一个早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的开始 所以例如说牛奶一杯啊 荷包蛋一个啊 馒头一个啊 橘子一个 这个就是他的儿童期应该有的一个早餐 会比较恰当 因为在这样的食物里面 是一个均衡的 一个早餐就是代表了一个均衡 营养术各方面都是很均衡的一个早餐 所以儿童期应该养成 饭后刷牙 睡前刷牙的习惯 来防止蛀牙 那儿童活动量很大的 但是因为消化系统并不是 已经花育完全 所以没有办法一次吃很多的食物 因此一天里面 至少需要有一到两次的点心 所以我们要设计在早上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呢 给予一次或两次的点心 那就是每天的点心应该要能够供给儿童 补足他所需要的热量以外 也应该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的一个营养素比较好 而不是只有空有热量而已 那要同时呢 这个儿童期我们应该要教导孩子们 认识食物的名称 还有他所含的一些营养素 所以在吃点心的时间跟份量上 以不影响儿童正餐的食欲为原则 所以就是在正餐前两小时给予点心 那每天的一个营养素 应该平均分配在这三餐里 那让孩子能够养成定时吃三餐的好习惯 教导孩子认识食物的名称跟营养素 所含的这个食物里面所含的营养价值 可以帮助孩子发展 成为为自己的饮食行为负责的能力 并且不以食物作为奖励或者是处罚 孩童的一个工具 也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是应该要好好的吃饭 把每天应该吃的三餐饭的量都吃完 那每天应该至少喝个两杯牛奶 因为对于每一个儿童 他的活动量不同 所需要的热量也不同 因此食物的一个摄取量 可以斟酌的增加或者是减少 每天至少喝两杯的牛奶 可以提供儿童生长所需要的蛋白质 维生素B2以及钙质 并且能够促进骨骼跟牙齿的生长 那肉鱼豆蛋 肉鱼豆蛋是含有很丰富 优质的蛋白质的食物 可以互相变换食用 可以增加这个多元化 食物的多元化 那供给儿童所需的热量 以及深绿色蔬菜这个部分呢 因为蔬菜除了含有维生素矿物质外 还有丰富的纤维质 是可以预防许多慢性疾病的发生 尤其是婴幼儿 那个儿童持期的一个便秘情形 每天至少应该吃一份的深绿色 或者是深黄色红色的一个蔬菜 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 青春期的营养跟养生 那在青春期呢 最大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好好念书 这个时候课业上呢 就有很多的功课 因为要考试 应付很多的考试 那这些青春期的课业 在忙碌 也应该要注意饮食的均衡 就是营养的均衡 饮食的均衡 那早上呢 至少要喝一杯牛奶再出门 每天呢至少要提供上午课业学习 课业 课业学习以及活动参与所需要的热量 以及营养 那在消夜 消夜的选择呢 尽量就要避免吃炸鸡呀 或者是油炸油腻的那些食物 那或者是其他的零食等食物 可以煮个面或者是吃个这个水果啊 三明治啊 喝杯牛奶啊 都是比较好的选择 那吃新鲜的水果跟奶类啊 优格啊 这个是比较对青少年而言 可以补足活动量大 容易肚子饿 随手拿到的食物 所以呢 在除了三餐之外 餐与餐之间 还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 奶类 优格 或者是茶叶 蛋 水煮蛋 三明治等等 营养又健康的点心 所以我们在青春期的这个饮食里面 我们希望三餐能建立一个均衡有规律的一个饮食习惯 口渴的时候呢 最好是选择吃喝白开水 尤其是那种 其次呢 才是低卡无糖的饮料 虽然果汁比汽水来的健康 但是还是以喝白开水比较好 除非是说 是算在每天的营养里面 仍然就是因为那些果汁 有可能呢 是添加了很多的一个纯糖 所以还是要少喝为妙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例题 那在例题一就是说 儿童期营养跟养生有哪些重点 那在儿童期它的活动量大 所以呢 在营养的供给上 我们就应该要用均衡的营养 因为它的食量又不多 所以我们可能要在它的 除了三餐之外 可以选用一次或两次的点心 来增加它的这个摄取量 增加它的热量的供给 那这个点心呢 最好还是以均衡的饮食为主 也就是可以用三明治啊 牛奶啊 这些来当作点心 那避免儿童期 有这个吃太多的零食的坏习惯 而且要建立它多喝白开水 减少减少饮料的一个摄取 这些都是应该在儿童期 它应该要建立好良好的饮食习惯 而且同时要注意 饭前洗手 然后饭后要刷牙漱口 睡觉前要刷牙的一个好习惯 那这些呢 这些习惯 饮食的好习惯 应该在儿童期建立好 而且要认识食物的营养跟营养素等等 就是在吃东西的时候 可以多给这些认识食物 并且要认识食物的一个营养素等等 那例题二 就是母乳补胃婴儿有哪些优点 那利用母乳来补胃婴儿 首先因为母乳呢 本身就是非常的安全 而且它的营养素是最适合这个婴儿的 再来呢 就是它是既安全又卫生 又可以使得母子之间的促进 他们之间的亲情 而且对母亲而言 不喂母乳的时候 这个还可以 就是让母亲 让母亲呢 可以减少得乳癌的这个几率等等 那而且呢 吃母乳呢 比较不会有过敏的一个现象 这是不喂婴儿 它有的这些优点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不喂母乳的时候 母亲呢 可以延长这个无月经的时期 那无月经呢 就等同于就是有那个 避孕的一点效果 那也就是说 它可以比较 比较长的无月经时期 可以增加 有助于避孕的一个好处 好 例题三 幼儿期的营养跟养生 有哪些重点 那在幼儿期的营养跟养生的部分呢 最重要的幼儿期 它的活动量大 那它常常玩得太开心了 忘记吃东西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把它的三餐定了之后 它的早上跟中午的点心都要记得 让它有一个就是很好的饮食的一个环境 而且要适当的阻止它边吃边玩 或者是边讲话的一个情形 而且要从小就要养成细角慢燕 那它营养的设计呢 就是可以介绍比较大白质优的肉鱼 豆蛋 豆腐 豆花等这些食物 而且每天呢 至少要吃一份的这个绿色的蔬菜 跟生绿色 或者是红色黄色的这种深色的蔬菜水果 每天至少要一份等 那这个婴幼儿时期呢 吃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除了可以供给维生素跟矿物质之外 还有供给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 可以避免婴幼儿的这个便秘的情形 那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婴幼儿时期 营养与养生应该有的一个重点 而且注意就是要避免给零食 就是要减少零食的供给 那在点心的供给呢 最好是在正餐前两个小时供给 这样才不会影响他正餐的摄取 好那例题是呢 食物中有哪些是可以当作 四到七个月的婴儿添加的护食品 就像当季的蔬菜 新鲜的蔬菜水果 像柳丁苹果 这些果汁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护食品 那蔬菜等蔬菜像菠菜等 还有五穀类 五穀 五穀根茎类里面呢 也是可以的 那在这部分呢 四到七个月 最好我们就是以果汁 还有蔬菜泥 这样子新鲜的果汁跟蔬菜泥 是比较恰当的 像柳丁啊 苹果啊 芭剌啦 这些都是很好的蔬菜水果 好那再来青春期的养生重点在哪些 有哪些呢 青春期它需要很多的热量 而且它在生长花育也是很快速 在这个时 这段时间 它的功课压力多 可能呢 就会忽略了早餐 所以呢 早餐的供给是很重要 那早餐呢 最好也是有具有均衡的营养 比如说早餐呢 含有这个肉鱼豆蛋 以及这个五穀根茎类等等 还有一个蔬菜水果 这样子是最好的一个 最典型的均衡的早餐 那青春期的血统呢 通常学 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 都是客业很重的 常常忽略了早餐 还有呢 宵夜呢 会吃一些炸鸡块啊 或者是比较油腻的食物 那是比较不恰当的 应该呢 在宵夜的部分 我们还是可以供给一些 三明治啊 牛奶啊 优格啊 布丁啊 或者是其他的比较均衡营养的一些食物 是比较恰当 比如说可以煮一碗面啊 均衡的饮食的摄取 对于这个宵夜的供给是比较恰当的 好 那本章做一个总结跟回顾 就是说我们本章的内容 已经认识了解婴儿期的营养与养生 而且认识了儿童期的营养与养生 也了解了青春期的营养与养生的部分 所以呢 我们在本章呢 就会了解到 这个三个生命期里面 这三个时期的一个营养与养生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在这边 已经做了个总结跟回顾 谢谢同学的这个收听 我们要在这边说再见 拜拜